圣是一个超级器官,是我们的先天之本,生命之源,中医认为,圣开窍于耳其二音,内经于,圣其同于耳,圣和子耳能闻五音仪,耳的听觉需得到圣中精气的充养,其实补圣强圣不一定要不要,我们人体也圣开关,只要按摩双耳,除了通勤活络,调理脏腑,还可以补圣两感,一举数得。 而且可以在家坐步花一分钱,一,提拉耳垂法,有食指,拇指自耐向外提拉耳平,耳垂,手法可以流轻倒轴,但是注意不要有疼痛感危险,一般三到五分钟即可,功效,健身,还能改善头昏,头痛,神经衰弱,耳鸣等毛病,二错弹伤耳法,双手筋捏伤耳垂,再戳膜至发红发热,然后揪住耳垂往下来, 拉,再放手热耳垂弹回,每天二到三次,每次二十下,功效,健身撞腰,普适疗,促进耳部血液循环,三,双手按摩耳轮,双手握空拳,一拇指,拭至一耳轮上下来回推磨,直至耳轮充时发热,功效,健脑,强身,聪耳,明目之勾,客房质阳尾, 尿皮,便利,腰腿痛,颈椎病,心慌,胸闷,头痛,头关症疾病,四,热手按摩全耳,双手掌心摩擦发热后,身后按摩负面,及耳正面,再向前反复按摩背面,反复按摩五到六次,功效,熟通经络 对肾脏及全身脏器具有保健作用,临床医生明确表示,肾不好如果不注意防治,那么的肾病迟早找上你,等到这个时候,就会像其他的疾病一样变得难准,甚至花了钱也治不好 如果将按摩配合食疗一起进行,那么调理肾虚病,也简单,普肾就可以了,每天吃一种食物,保你肾气十足骨及精贵药率 记载着一颗饮食调比方叫切十顺豆粉,延续至今有组方加浅,材料,黑芝麻,黑豆,黑米,豌豆,核包豆,紫薯,沙奥,切食,核桃,枸杞,脏肾,做法,先洗净晒干,再进行低温烘干,然后进行破壁打碎成本 由于整个过程比较麻烦,所以建议选择相同成本的切十顺豆粉 每天两次,坚持食用,功效,黑色食物入肾,其他的像山药,剑食,核桃,枸杞,桑胜也是上等的补肾食材 其中剑食用被称为水中人生,有很好的补肾固肾绑倒泻的效果 桑胜含有丰富蛋白质,无际盐,微量元素,维生素C且富含B族,具有补肾助养,补肾作用 并可促进人体生长发育,善养具有补肾健脾,增强性功能等等 这些食材组合在一起能够相互补充,相互滋补,让身变好更容易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